余茵78岁 教师退休 有双保 退休金4000多元 住房面积50多平米 丧偶 你们现在服务多好 为老年人造福都是 啥呢 给老年人呢 办这个事是个大喜事 要不老年人太孤单了 真孤单 寂寞 你说孩子嘛 孩子都上班 哪有时间陪我们呢 对不对 我这个邻居 我有个好邻居 就像我自己姑娘可关心我这事了 你看我家没电视 她给我报的名啊 你邻居给你报的名 邻居说你太孤单了 给你报个名你找个外呗 余大姐今年78岁了 独居生活已经有八年多了 余大姐说 这一次能够参加《原来不晚》 都多亏了邻居 因为自己也不经常看电视 是邻居看过《原来不晚》的节目后 感觉余大姐一个人生活太孤独了 才给她报的名 这是孩子的线 我孙女的 孙女的线 我孙女的线 一天就跟这些照片生活在一块 都拜到床头了 都拜到床头了 这不是也在鸽子床上 就没意思的时候 孤单的时候 看看她们 就像她们在身边一样 对对对 就像在身边似的 哎呀她亲人呢 想得都哭啊 想得几哭 你几个儿女啊 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工作也忙 一个在司法部门 女子监狱也没时间来 那个是旧事 老公的是旧事 就这么情况 哎呀 就是她们都忙 没有时间来 没有时间来 就过年节来 过年节来 你就待一会吃点饭就走了 还是自己吧 鱼大姐说 自己有两个女儿 其实女儿们也都挺孝顺的 就是平时她们都有自己的工作 跟家庭要忙 不能时常来陪伴自己 所以想她们的时候啊 就只能看看床头的照片了 平时独自一个人在家 感到孤独的时候呢 就靠邻居送的小猫来解闷 这小猫在这儿 这个很冷 我给它盖小呆 从那儿进来干 你也能放这儿呢 嗯 嗯 这是她自己空间吗 就是她 这是她的空间 嗯 她完蛋了 我还等来小店给她铺 刚才这样别冷了 哎呀 你刚才来了 嗯 来呀 她可逃了 是吗 喵喵 可逃了 这养多少年了 我在今天养 就邻居给的 是因为你太孤单了 邻居跟别人够要的 太孤单了 远亲不如近邻哪 这句话在余大姐这儿 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是老师 我在少年宫工作 少年宫工作 少年宫工作 就唱歌啦 跳舞啦 教学生 在少年宫工作呀 宽敞期少年宫 啊 在那儿工作了多长时间 在那儿工作了多长时间 在那儿工作了 时间不长 原来还在学校了呢 我是教政客的老师 教育文章素学班主任 是吗 哎 就因为从宽敞期 新82年 办一个少年宫 就因为有点特长嘛 就抽少年宫钱 好 就最后在少年宫 得待十多年 在那儿退的兴 啊 退休又回家了 就是 那你退休金 现在多少钱呢 退休金我开得不多 能开四千 但四千还不多呀 您现在退的开五十千啊 原来老板是省理的处长 干部 干部退休的啊 处长啊 干部 最后比如是离休了 最后他升到局级干部了 哦 因为他也有刚刚结婚 他是一些科长 一时就成处了 成功局长 省理干部 哪方面的啊 哪方面文字方面的 秘书科科长 能写 能讲 写文章可快了 给稿 挺优秀啊 优秀 当然优秀了 那给领导讲话 写个稿 所以明天就出 那回家 他谈点黑 一会儿就写出来 是啊 余大姐说 自己的老伴 原来是省理的 局级干部退休的 不仅工作能力强 对家庭 对自己也好 他是因为啥病去吃 心脏 糖尿 这不都大病吗 心脏病 糖尿病 都走了 八九年了 现在这是 多少年过去了 好多了 那散的 那就别说了 那一半那天没了 八年前疼自己爱自己的老伴去世了 给余大姐很大的打击 她通过三年的时间才走出来 而后这些年 虽然时常会感觉到孤独 但余大姐也没有想找老伴的意思 所以我都不想找 这些就是跟前几个人比的 跟前哪几个人比的 就是早期的人 他们都对我有意思 我还没意思 我跟 我就不愿在这个环境了 说是在这 我跟你说这些 我心里早有个房子搬着 这初出去都要连 低头见台头见 我总跟你俩挺高级 你说我还得回你多 我这下去前面有件 我上那个大东院去 那他们不知道我 他们很少去 张琳74岁 月收入1800元 有新农村合作医疗 暂时租房住丧偶 那个电话里边你说74号 不像啊 不像 你看我那天跟你说了 那山上这帮盖里来旅游 他说你哪有74你好有64 是啊 刚才这脚尖的不法 我跟你说我说我长年轻 咱山地好 大不流行就过来了 大不流行 咱们长年市外五线走到这个大陵山来旅游了 海拔407米 我上高山入走平地 真的啊 眼前的张琳大哥74岁了 用张琳大哥自己的话说 他的身体嘎嘎的 上高山入走平地 就因为自己的身体好啊 74岁了还在坚持工作呢 广位就是那个打扫尾声的 哦 一年三百六天 我刷刷总走 不管他寡风还是下雨 风雨不悟 要不我们的经理说 我说我不干了 倒催出来 完了把我招开完会 他说老张琳你不干不行啊 年轻的我信不着就信着你 独占说你干不动了 我不用你了 那你看公司正领导 这么信信咱们 张大哥说 因为自己工作认真负责 很被领导认可 所以这个环卫的工作啊 一干就是十多年 虽然现在的工资只有1780 但张大哥说啊 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经济条件 占地了 占地了 一把钱都给你 那当时占了多少地 给了多少钱啊 我是给两楼 给我儿一栋给我一栋 俩都是八十平的 开了 来吧 这家是准备啥的啊 喝不饭都行 我写得多了 那不行 行 然后给你俩做一下自我介绍 好 这个是张琳大哥 好 然后是余音大姐 年轻大比你大七十八 七十八 八十 早的 早的大爷 好 那大哥 七十八岁了 比你大几岁 好 那你也有不想法啊 行不行 来说十个啊 有啥说啥 嗯 那这个大姐眼第一眼眼咋样 还可以 按照这个娘呢 眼资格保养得多好啊 你看看眼睛那个 哪像那个七八十岁 就像六十多岁啊 就混我身 那你说我说我在外边老啊 我要不告你 也就六十六七 那就都这么说 对 就这么说 你觉得今天大哥的第一眼圆 意向咋样 刚进屋顶 第一眼一样还可以 看他挺精英 不胖无瘦 身体还能好 脸色还行 嗯 面色还挺红润的是吧 嗯 这俩人刚迎见面啊 对彼此的第一眼圆都不错 紧接着俩人就交流了起来 你是什么单位呢 我是老师 退休多少年了 哎呀 退休 55岁退休 20多年了呗 那现在退好 按照你这个年龄段 那退休钱不少吗 你 凡是比其他职业是多点 你要现在退休能就不行了 你现在退休五个钱 是 我现在我四千 二人就四千 嗯 这个感觉 内心咱们脚是 确实找人们有钱有地 因为啥 咱们身份更不同 那按照正理下 人家是老师四五千 万一咱说人家有儿女 有时候和他一起医生 你找个老土伯子 你这开四五千 人家都没有 咋咋地 这玩意小话一溜 到时候也行 这人都是 这思维都是在转变的 听到余大姐是教师退休的 再加上余大姐每月有四千多的退休金 张大哥有点自卑了 总觉得自己有点配不上余大姐 这眼睛是知识分子 我是大老初 你说这玩意一个天一个地下 也不能那儿说 你看看 咱们尊重事实 这事实也没那么多 你看看 那不这么说咋说 有点过分了 把你也比过分了 把我也比过分了 咱们老年了 就说老年的话了 也不需要什么紫村了 什么位子了 那么过去的时间 是不是 现在咱们才现有实际的东西 都是新世代的农民 也有知识有文化 也有知识有文化 别说年头 明显能刚才听说 就是对话当中 大哥哥挺不自信的 觉得他是农民 你是老师 不怕你看不上他 不可能 这刚才都不说了吗 那个那些不可能 我找的是老伴 他是我的老伴 那我就担保了 这个是最亲的人 我跟他们说 我说我找个农民 一个啥 我家舅舅老家都是农民 我那舅舅老家可好了 但是你看大姐 你老伴 原配老伴 那可是省理的干部 最终的老伴是农民 这个干部和农民 中间相差的距离有点大 那我不能按那个扰了 我那是年轻的 年轻 现在老了都不行了 是老百姓了 就不谈那个了 你得对自己有自信 大哥 是不是 咱虽然是农民 但是人大姐说了 那新时代的农民 也很厉害呀 是不是 是啊 所以就是你对自己有自信 人大姐根本就没有介意 这个事情 没关不 那你要这么说吗 那我就能放心 余大姐明确地表达了 自己不在乎 张大哥的农民身份 听到了余大姐的意思啊 张大哥心里的顾虑 暂时放下了 随后 张大哥主动跟余大姐 介绍起了自己的感情状况 我老伴哪像你呀 哪像你 我那都冲南天门磕头了 我那老伴这一生啊 就是离了歪血的 浑身就都是病 他是啥呢 开始是肺病 过去那时候 在咱们那年段 就是啥呢 像这么家人 肺病不算病 那时候就是肺病不好治 我得给他打小证 我得给他打吊瓶 都是我自己用 自己想 你也会了 全会了 不但我会了 我学会之后 连我家那孩子都会了 会打人的 儿媳妇都会了 就是自己到冬天前感冒了 真正一半口不好 最佳之 对 全都是自己用 买点药 他一个是看他心态好了 刺磨了瓣 是不是啊 都刺磨了自己 爱血打针 说这样人是难得 我就要找一个这样好心的人 他真拿我当事儿 当老 就是当老了 一旦身体不好了 他也能表示他这个心情 也能照顾 就互相能照顾 找就是找这样 对于张大哥 悉心照料老伴的事儿 于大姐很是认可张大哥 并表示啊 自己就想找个这样的 能把自己当宝的老伴 调整眼识 我说对了 调整眼识 这对了吧 我就是这样 你就一样吗 你看咱说你心里去了 调整眼识 就是啥呢 少婚多数 我是这么个人 随到你了 你大姐的 这大事儿一样了 我也是少婚多数 一样女藏健康 那你看 这就说是啥呢 说是那个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你听一下吧 就说你这个 他这个说话 他的同源 他得直到双方的 肥的心 啥情人 说你家趁多少钱 不如有一个好身体 身体就是你承受的本钱 哎呀 说太多了 怎么样 你看 你看 老大姐你看 我向你学习 这是因为讲了你就培养我 我是你的那个学生 这不算是我事儿呢 太前提了 那不是建议 这是共同语啊 对 而且对于健康方面吧 还有你共同的这个观点 就都喜欢多吃点醋 少吃点荤 对 是 又聊了聊 你觉得咋样 是吧 聊聊完还行 聊了行 你看他说话挺有 他不是说像没文化 挺有水平啊 刚才说的啊 两个人的生活理念 还是很一致的 并且进一步交流啊 这俩人对彼此的好印象 又进了一步 随后张大哥说起了自己的经济状况 我这是占地了 我是分了二亩地 我这总共给我了二十万块钱 就这哥那哥 这是做我的养老生活费钱 二十万 到你手里了吗 你说到我手没有 我在银行里 那不就到我手了吗 人家直接就到我这个折里了 打你折里了 就是我的 然后现在同时大哥还有一份工作 就是在他们村里边做环位 一个月能挣一千八 老师不是很累 就还累 对 现在都租房呢 那个回前楼正在建设当中 起码得三年这个能少玩去了 那就看情况 那现在几年了 现在几年了你的房 现在这不今天不是刚占吗 今天刚占呢 那今天刚占 那你租的房是哪儿的房子 我租是在我们本村的 人家该里当官的 我在人家那边租的 这个房子的环境挺好 我去了 今天上午去了 去了 张大哥一五一十地跟于大姐 交代了自己的经济状况 那对于张大哥的这个经济状况 于大姐会是啥想法呢 大哥的经济情况就是这样 然后大姐你觉得这个经济情况咋样 你觉得在你的心里边就是 介不介意大哥的这种情况和条件 先考虑考虑吧 这事不能马上订 我还满意现在 考虑考虑呗 我是把话说明白了 对 这事你考虑吧 你干啥去 不要 回头 好 考虑 这还没落完呢 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了 都知道了 是来人去外 这都知道咋的事了 再从以后也没用去 不是 您没听完大姐咋回答呢 我说考虑考虑 这事吧 您我吧 这事我也得跟孩子考虑考虑 面对于大姐说 要对经济方面考虑考虑的回答 张大哥穿鞋就要走 这到底是因为啥呢 你着急走出来来啊 那我大妈 我这人就急性 咱这话说透了 那就啥呢 回这一回这二 排百第二 该行行不行 自可走自己 人家大姐还不还没回答你的吗 有意的肯定 咱也教你底了 我就这么大能的 咱们隔半斤泡两张知道 你是觉得大姐犹豫了 然后你不高兴了 就出来了 对啊 那我这人就是这么这样 说出来 就你那女人 你啥心思 我一言我就知道 不用说那个 谁倒大了历史 我还有说 你那一举动 我就知道 我又为啥 我怕你干啥 我提前把这事说出来 你看 这样 你这样 你先消消气 我然后那个 你先在这等我一下 然后我问大姐 就写个啥意思 有的时候吧 你不能这么急到 那刚才 你是犹豫了吗 大姐的呢 那是犹豫了 你钱都不是主要的 但是也得考虑 考虑考虑 那这小时候 我说的也没毛病 你不能说 这么快 马上就定了 施老伴了 明天就后天就住了 那倒是 你是想跟他触 还是不触 你要不触的话 就是我再给你们介绍别的 你要是觉得就是想触 想要接触接触的话 然后我听你的 那我还想跟他接触触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病 跟谁触都得这样 不管是说 也不是因为他 我得出一个工人干部 我也得这么触 我跟我前面那老伴 出半年 我俩的就可以 就是你的意思 还想跟他触触 触我得看实的 找得像这个东西 细数长的 你不要太迟躁 这个东西 你俩出自见面 啥东西都得慢慢聊 刚留到这会儿 人家犹豫一下子 也正常 是不是 对对 那犹豫一下子太正常了 咱俩出自见面 如果咱俩别人 跟我介绍对象 人家说你这个情况 这个天气 那我不也得考虑考虑 人家说的没毛病 人家也不是说 不想交往接触的意思 是不是 所以你不应该一下子 你就走人家 听人家反话说完 是不是 人家想表达意思 万一你要挥缩意了呢 余大姐说 虽然自己不太在乎 对方的惊喜状况 但是找对象 毕竟是大事 也得跟子女们商量一下 而且余大姐表示 自己说考虑考虑 并不是拒绝张大哥的意思 是张大哥多心了 并且她还表示 希望两个人能够相处着看看 随后余大姐当面 把误会解开了 跟你俩能处 这就是第一步 挺好 第一步 第二步接触处 处看看你的饮品 你的性格 你的家庭 你住那房子 我也去看看 你今天都到我家了 你看 我先看看你的房子 你的住处 敢说不行啊 还不说了 那我得亲眼眼见为实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你明白点眼见为实吧 就是你不去 我都早知道把你拉去 那不更好吗 误会解开了 两个人彼此留了联系方式 决定试着相处一下 并且张大哥也表示 会找个时间 带余大姐去家里认认门 王嘉宾 五十六岁 丧偶 地利生鲜送货员 工资五千元 家住长春 住房面积六十平米 这是咱家主卧是吗 您平时在这屋住 没有 这屋是海外 姑娘在这屋 我在小屋 咱们哪边是主卧呀 实际这些是 那咱把主卧给姑娘住了呢 让它空间大一点 我觉得这个大老人 那无所谓 就是住小点大点的 为了孩子自己委屈点 都没事了 是不是 没事吧 那您姑娘多大了 我姑娘二十四 二十四了 有对象吗 没有 姑娘是做什么的 她做西点的 王大哥说 妻子去世之后 自己就和女儿住在一起了 但其实很多生活 起居上的事 都是女儿在照顾着她 就是因为大哥 现在的工作时间 比较特殊 这个点我基本上就是 好像休息 特殊情话 为啥呀 我用啥 半夜十一二点回来 半夜十一二点回来呢 对 咱们是做什么呀现在 我就是主要是送食品 给那个单位 大哥说 他现在给地利生鲜 配送面食 自己开的销货车 白天在市里现行 所以就只能晚上配送 那你一晚上得送多少家店呢 我跑十八家 十八家 十八家店 就是遍布长春市吗 还是集中在一个区域 就长的市 就是做爱 好 那一般就是东边 跑到西边 西边跑到北边 就是来回东西 一晚上送十八家店 侯娘听着都觉得很辛苦 但是王大哥说 她都已经习惯了 因为自己从十八岁开始工作中 就一直跟车打交道 我十八岁就开车 十八岁就开车 那你原来一直没上过班吗 就一直开车 没有 在单位开了几年 原来是哪个单位 长途市电风厂 开始开车 就是跑那种大的长途车 就是那个跑长途 那是七米的 就大浪子 就给高速跑长途的那个 我原来是开那车 那那个时候跑车 最远的时候跑过哪儿的 最远的那就是新疆那边的 新疆 我长途到新疆 那再跑几天呢 那也记不清了 大哥说 开大车是个苦差事 经常车上吃 车上睡 尽管很辛苦 大哥在工作上 也没有丝毫懈怠 自己当时是出了名的能干 我很出名 我出名在哪儿能干 有时候哥们都不错 他说王哥 他说你怎么挣钱都不要命呢 就我有这种感觉 就这么能干 你只要是有活 你是几点 你是什么都行 就是这种 一天一宿都不睡觉都常事 我这么能干 我说我也不干 我也困难 我也辛苦 我也知道 开车还不安全 没办法 为了多赚点钱 王大哥再苦再累 都咬着牙挺着 就是因为他的妻子 身体一直都不好 结婚完了可以 就把有我姑娘之后 他是啥子 他比较胖一点 但不是那么太胖 他个儿挺高 一米六六 可能跟他家庭 他们姐个啥子 都是血压高 再个啥子 他对性质人都不害羞 他好生气 他比如说 就是咱俩走个对头 抽里不碎眼 他就生气了 血压高 他怎么花了那么多钱呢 他那个说饭就饭呢 好迷惑 他有住院住的多吗 你咋不多呀 那他一般住院 得住多长时间呢 比如说一住一个月 半个月呢 或者俩人那啥的 再来他也没有医保 他没有单位啥的 或者也都自费 为了给妻子治病 王大哥吃了不少苦 挨了不少累 但最终没能留住他 在三年前 老伴儿突发脑出血去世了 老伴儿去世后的这几年 王大哥一直没有在追求 自己的幸福 是因为他有自己的顾虑 你说生活在我这儿 孩子跟我出去朋友 能够相处在一起 这也是个问题 我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说我出去住房去 那多想 那你女的同不同意女儿 女方同意我来 都同意出去住房去 把我孩子让他家 所以我当爹的 心也不得心 那你说我是很 把孩子放弃啊 还是把我这个老伴儿放弃啊 不找啊 那我只能不找 原来王大哥顾及的是 现在自己还和女儿生活在一起 对于自己未来找老伴儿的住房问题 有点担心 大哥也主动和女儿商量了一下这个问题 我说那姑娘你拿着的建议呢 她说大比方爸 你说呀 咱这父母不小嘛 你跟我这儿阿姨处得挺好 相识得不错 我们之间处得挺好 大伙都满意 都高兴 那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我姑娘举个例子 爸父亲咱把这个老卖他 叫他那什么首富 或者怎么地 他有办法 就是说咱换大面去的 为了对妻子负责 王大哥吃苦受累拼命赚钱 因为心疼女儿 大哥决定放弃自己的幸福 这样一个为了家庭 甘愿牺牲自己的王大哥 现在终于决定敞开自己的心扉 为了自己的后半生做打算了 那现在王大哥到底想找个啥样了呢 得有眼门的 你比如说我相动也得相动 薪哥分手一点 郭长珍54岁 李懿 退休金1500元 家住公主岭 住房面积76平米 郭大姐说 上次上节目相亲的时候 两个人无论在兴趣爱好 还是生活习惯上都不合适 所以没有相亲成功 现在距离大姐上一次相亲 也过去半年的时间了 不知道现在她的择偶标准 有没有变化呢 做我标准就是 这些娃有固定收入 现在就三四千块钱 四千块钱 就够用了俩人 要是没有 就正好身体好 就够用呗 够滑呗 是不是 然后有了房子 人格人品好 暴躁这不行 然后喝大酒的 我绝对不行 你薛儿吸点烟 少喝点酒 这还可以 有眼圆的 想找什么地方呢 我就是说的 我抬头就走一个人 沙发蛋没有嘛 爹妈没有了 孩子也没有 然后哪个都行 一定 没有要求啊 哪都行啊 只要人好 人行 最重要的 了解了郭大姐的择偶标准后 红娘觉得 王大哥无论从收入 性格还是生活习惯上 都符合郭大姐的择偶标准 于是 红娘带着郭大姐 来到了王大哥的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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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这是王嘉宾 王大哥 大姐 这是郭长城 郭大姐 欢迎你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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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大家说挺稳稳的 购碼还挺好的 是不是大姐 基本现在都可以 到这屋吧 这是我女儿的屋 你家多到几个屋 不到六十 五十 将近五十九吧 也像那样 是 对 你不问给大姐 接着就是大姐自己看吧 自己看 是是 不用 我就自己看 自己看 我上边是啥 我们同搜要相信 我是好看好啥 哦 可以可以 不用不用不用 没有 没啥事 我这啥事没有 其实 人家就给来一个大地雷 属一支吧 打击挺大的 山殿 爱美之心 人人皆有之吧 对不对 你以为 是不是以为我不正经过日子 他说 因为咱们在年了 从苦日子过 我刚才跟他说 我卖肉卖十多年 我这手都增生了 知道吧 就累的都啥样 我卖服装 我背服装 我这两个大堤包 我这么大前面后边的 我上头上去 给我往上走 我可以这么说 我不是我夸我自己 我比你条件好多了 我跟你说 就说你八架一个大地雷 大地雷 大那个大枪子 直接穿入我的心肠里了 是不是 八架大地雷 给我拿一个炸弹 你在意我的 你说的 你没挑着啥毛病 你说这我化妆了 然后你就用这一件事 咋在给我大地雷 大手弹 就是直接砸入我的心肩里去 郭大姐觉得 自己被这个理由拒绝 心里挺不舒服的 王大哥看到 大姐情绪有些激动 赶紧和大姐解释 她没有误会大姐的人品 就是演员的问题 大姐平复了心情之后 也表示了理解 和红娘一起 离开了大哥家 任国炎 49岁 李懿 公交集团出纳 工资3700元 家住长春 租房住 任大姐现在在公交集团做出纳 每个月工资3700块钱 之前是和父母住在一起 这两年由于工作的原因 和朋友一起合租了一个茶间 茶间房子 是不是在房间 为啥选择在咖啡馆这边见了面 是不是今天外边下雨 我想下雨今天吗 不太方便 这拎的啥 以前当面是照片什么的 特意拿过来给我们看的 是不是 行 那咱进屋 进屋吧 这外面也挺凉的 细心的任大姐考虑到今天下雨 天凉 一进屋就主动给我们买起了咖啡 瞬间让红娘心里觉得热乎乎的 接下来 大姐还主动地向红娘展示起了 她从家里带来的照片 这哪个是你啊 这个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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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是我 我看看 我看看年轻的时候 这个是我 这是我班战士 那是我当班长 这都是我班战士 当时多大 16岁 当三年化物员 一年护士 总部队化物兵 主要都做什么 或者首长要哪个团 要什么地方 或者各个科室要哪个地方 然后经过我们这个总级中转 然后就给她接线 接通以后 她们两个开始对话 大姐说 化物兵并没有红娘想象中的那么轻松 当时部队有严格的训练 任大姐也是参与训练半年才上的岗 你录一个首长的声音 然后声音特别操扰 也特别小 你从这个时候能听到她说 她说的要的哪个部门 或哪个地方 是几号首长 然后我们就给转接 大姐说 做化物兵对听力要求很高 每天都要进行抗干扰训练 通过自己的努力 大姐也在部队得到了认可 这个是我 这个 几号首长 就是有一个就是 不是几号首长 就是 小阳俊区优秀化物园 就是到那个小阳俊区 做个经验介入报告的会 这个得的那个化物园 然后这个是那个荣誉证书 任大姐说 那时候虽然苦 但是大姐觉得 那四年是自己最辉煌的时刻 我们在部队当兵的时候 我们不是超卖山下女化物园吗 就是北京结婚新日报社 知道吧 我们拍过封面 到那雪山上 就是超卖山下 给我们拍过封面 就属于在我们全军都是挺有灵的 到了部队以后就是说 对我锻炼挺大的 因为人生当中 可能我觉得这四年挺辉煌的 大姐说 在部队的这几年 不仅取得了荣誉 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任大姐认识了 当时也在当兵的前夫 那时候任大姐在严吉 她的前夫在长春 虽然两个人距离有点远 但是任大姐的前夫 还是对她照顾的无微不至 认识那两年就是 几乎都是她管我 来回走 或者是我们同学员 来回送文件 她都给我带好吃的 然后就是给我钱 其实反正总是对我挺关心的 就连洗头膏 什么都她给我买 前夫对任大姐无微不至的照顾 让她很感动 在大姐转业的时候 就和前夫登记结婚了 为了追随她 自己在长春找到了工作 也把户口迁到了长春 原本以为 两个人可以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 没想到这样的日子 从前夫创业开始 就发生了改变 就八年开始吧 刚开始是做的是摩托车的生意 就是第一次做生意 就是赔了 赔了从那以后 她就觉得自己在这方面 就挺不认的吧 就是往天南海外就这么走 深圳 海南 北京 哪都走 我们俩后期也就是沟通的也少 后期她回避跟我 后期不见面少了 哪有机会沟通啊 任大姐能够理解前夫 想让自己过上好日子的心情 但是自己并不追求大富大贵 只是希望前夫能够陪在自己身边 后来在前夫屡次生意失败之后 还给前夫提出了建议 希望她能够振作起来 我还是希望她振作起来 像希望呢 你看我都跟她说 我说你包给她出租车干 那个时候包给她出租车没有多少钱 就是说14个月以后 这出租车还归你了是不是 我都跟她说 我说那一天不需要你挣钱 你就把任务交上去 这是不是14个月以后 车还是你的呀 她说开出租车不挣钱 然后就是 那我也说服不了她 作为一个女人 任大姐想让前夫陪在自己身边 而她的前夫想在外面打拼 两个人最终 因为这个原因分开了 但是任大姐并不怪她 分开后 还把大部分财产给了对方 和前夫分开的时候 任大姐还不到30岁 当时年轻 没把婚姻当回事 再加上自己自我封闭的性格 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这也造成了大姐今生最大的遗憾 来 三姐 来 你进来一下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任务言任大姐 你好 这是王嘉宾王大哥 谢谢你 印象挺好的 我有一种啥感觉呢 就是我认识她 见到她她很朴实 你觉得有没有演员啊 有 有 有演员 相忠了呗 就是 是不是相忠了 可以 印象挺干净的 就是说 说话聊科也挺文明的 十分 哪分 你要打几分 打几分 好 六七分吧 六七分 那那三分靠哪了 不好 初次见面 俩人感觉都挺好 没想到一坐下来 俩人还都不好意思了 说呀 我替你说呀 你还不好意思了 不是 真的没法起这个头 我 我咋个呢 就是碰着有演员的眼 我就紧张 为了化解 俩人尴尬的气氛 红娘主动向王大哥 提起来任大姐 曾经当兵的经历 大姐觉得她是不是 流露出了一种 军人的气质 这么说吧 当兵的人 就是我的目光 其实就是你不见到 就这个人我也能看到 我也能看到一个人 就是她特别稳重那种 挺杀了痛苦的人 我不是说在 对 你说的还挺低的 那是不是 对 中国大姐们 就是挺重视咱们这次相亲 特地把她当年 那个载部队的时候 一些那个军工章啊 照片啥的都拿来了 我先给大哥看看 行不行大家 我也没啥可展现 我特别欣赏那个当兵的人 就是啊 当兵的人她有素质 嗯 是不是啊 她跟那个普通社会的人 都不一样 你看这个大姐当时 在不对这个那个 优秀华物园奖章 然后呢 这也是当时大姐得的证数 你看呢 你别不好意思拿 这玩意烫手 是不是啊 看到大姐都拿出了自己的军人证了 大哥主动拿出了自己的驾驶证 向大姐证实啊 自己是大车司机的身份 这开大车物有那个 我就是说原来我开大车 现在我开那个是那个四年二乡 或开小车也不大 那你现在上这个班 一个人开多钱啊 这个五天多吧 有时候五天多 六天 我七点去也可以 大概几天能送完 十一天左右 好 了解完大哥的工作情况 大姐主动提出了自己在意的问题 会做饭 做饭呢 他做得不好 有没有上马手菜跟大姐说 没有 我觉得自己做的菜吧 自己都相中自己的一个味道 我妈就说 也不能要求眼睛太多的东西 就是说 最好他是会做饭 像我父亲似的 最好的人会做饭 我的要求是说 我家看我爸爸就 不会做饭 我妈就是 男人做饭 七十一平我没一定做 对 如果她的厨艺要是好的话 我跟她学一学 可能技术能提高一些 那行 互相共同做这个事情 是吧 大哥表示 愿意为了大姐学做饭之后 大姐想到她关心的另一个问题 你有住房吗 有住房 六十平 是自己的房 对 然后你跟你姑娘在一起住 对 她现在跟她姑娘在一起住 那她以后 她和她姑娘是不是要分开住 怎么个住法 我跟我姑娘也探讨这事 你说孩儿我也拿出个建议 她说那 到时候再说吧 没解决会的事情 她爸 那女方也有房子 你就是女方有房子 那么我到女方去住 我俩一起住 到那住 把孩子扔家 这也是个问题 我就有点犹豫 这犹豫就是说 嗯 就是说 因为我没有 就是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挺 挺 没有相处过这样的关系 挺特殊的 我就担心我以后 能不能处理得好 就是 我不仅要跟她相处 那要跟她同样 要再相处 嗯 对 对